有图画的故事书就是绘本吗? 绘本里的文字与图画又是怎么合作的呢? 文化局特别于防疫期间 也就是7月28日至8月4日 办理线上阅读课程 阅读宅揪出日常生活里的阅读bug 能问又能说的对话式视讯方式分享 鼓励民众在家也可以阅读学习 让阅读类理念向下扎根 共同培养孩子的阅读素养 课程中文化局邀请专业童书主编 创作者黄惠玲老师主讲 每一堂课也安排国内知名绘本创作者 担任神秘嘉宾分享作品 包括曾获2011年意大利波隆纳插画奖的 陈寅凡老师 创作儿童漫画插画超过60年的曹俊彦老师 曾经获得2014年美国三成三当代插画奖 以及2015年2018年波隆纳儿童插画奖的 林莲恩老师 旅居东京的作家百香果老师 现任国内国语文教材撰写者的周敦莲老师 台湾绘本阅读推广职人赖嘉宁老师等 课程主题以启蒙儿童 认识创作本事为题 分享各年龄层适合阅读的绘本 课程包含低年龄层的启蒙 中年龄层的社会观和高年级的视野 以及世界跟我们同在一起等 多元有趣的线上阅读课程 带领民众打破阅读迷思 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这一项活动课程方式 在线上视讯的方式办理 手机与平板等需要先下载Google Meet的APP 而会议的连结网址会在当日下午6点30分前 传送到参加者的信箱 报名时间从7月7日上午9点起 才网络报名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致文化局官网活动讯息向下报名 每个场次名额30名 额满为止 而且还是免费参加 记者 王海龙报道